賽季來到最後的五站,車隊和車手的爭管形勢變得白熱化 爭議性的場面,已經連續兩場出現了 大家好,我是阿菲 大家捱姦底夜看的美洲三連戰已經完成了兩場了 兩場都是快里贏車,但兩場的主角都不是他們 而是爭車手總冠軍的主角,韋斯塔本和羅里斯 上場美國站,羅里斯因為在賽道外面爬頭被罰五秒 將位置給回韋斯塔本 今場被罰機就變成韋斯塔本 而且更加一次過罰兩次,總共罰了20秒 但就算是這樣,對於要保住世界冠軍地位的韋斯塔本來講 今場又不算是很虧 反而有可能有賺 這次的賽後回顧,我們就簡單回顧一下這次事件 不過開始之前都想再宣傳一下 Lyza Racing Club,今次請了小型賽車手兼教練Kiko Wong 在11月9日跟我們一起教一個小型訓練班 如果想再一步改善自己的速度 以及跟教練交流一下技術的話 就記住去資訊欄面的連結報名啦 今場在香港時間凌晨4點開賽的墨西哥城格蘭P字 出乎以為這麼好看 但又有意料之內又有爭議事件 韋斯塔本雖然起步時一度升上頭位 但紳斯很快又反擊得手回到領先的位置 而全場最多人談論的一幕在第10圈出現 在T4前的直路,韋斯塔本反擊紳斯不成 反而被後面的羅利斯追到 並且嘗試在T4的外線過頭 但羅利斯因為沒有位置走出賽道 但已經在韋斯塔本前面了 然後在T8,韋斯塔本再嘗試在內線反擊 但他是完全進不到這彎的 跟羅利斯雙雙飛出賽道之外 令到陸克萊成功把兩個都爬光 韋斯塔本也回到第三位 不過這兩次事件很快就受到賽會的調查 結果果然判罰 而且是兩次事件都罰了 T4那下,指韋斯塔本逼了羅利斯出賽道 跟美國則不同 賽會指韋斯塔本這次沒有在彎深的時候領先羅利斯 所以出彎的路拳不在他身上 他必須留一個車位給羅利斯 他沒有給到,於是就依照今年的標準罰10秒 不過已經很快有人指出 上一站同樣是逼人出賽道 羅蘇和郭田遠藝都只是罰5秒而已 為什麼Max要罰10秒呢? 根據上一站的判詞 他們指出正常的判罰是罰10秒的 但就因為裁判認為羅蘇和郭田都不是故意推手出去 於是就只是罰輕一點的5秒 但Max這次的判詞就沒有了這一點 是不是暗示Max是故意推人出去呢? 總之賽會只罰了10秒加2分罰分 現時Max已經有6分罰分 不過應該未影響到冠軍爭奪 但賽會就不只罰這一下 因為幾圈之後 賽會連T8那下都罰 只韋斯塔本離開賽道而得益 因為他是在賽道之外爬羅利斯頭的 判詞就知道Max在T8的時候在灣森的確已經領先羅利斯 但他未能夠在賽道上完成爬頭動作 要走出賽道 而之後也沒有了位置給羅利斯 於是就罰他10秒 由於上一站羅利斯有相同的犯規 但上一站羅利斯罰5秒 今次Max有罰10秒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上一場羅利斯在賽道外賺優勢的時候 裁判都了解到他是當時沒有位置走的 連當時在內線的瑞士塔本 都是出彎的時候出界 於是就輕判了羅利斯5秒 但這一次瑞士塔本是自己太遲收車 沒辦法控制賽車在賽道上 同時又逼了羅利斯出賽道 所以裁判就根據今年的標準 判瑞士塔本10秒 變相瑞士塔本就要在維修站坐20秒 關於這兩次判罰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評論 上一場替羅利斯感到不值得 今場就感到很高興 但譬如是紅牛的Christian Horner 就非常不同意 他甚至在賽後的記者會當中 印了羅利斯在第10圈的T4的數據 跟他全場最快圈T4的數據做對比 認為羅利斯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入彎 一定是會飛出賽道 現在就說Max推他出去 覺得判決有問題 不過坦白說 就算不計我們從畫面見到 羅利斯沒有衛星塔本阻礙 是應該入到彎這一點 其實羅利斯都只不過是 以奇人之道還是奇人之身 現時的標準就是 誰在Apex領先 誰在出彎有路拳 他都是利用這一點 和Max之前的做法都差不多 所以他可能是Professor Snake才那麼不開心 你不敢用我自己的標準 對我而言 不過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T4的爭鬥 都算是正常的交徑 判罰只不過是現時的規則是這樣解釋 但是T8那下才是真正的可圈可點 因為那個位置一向都不是爬頭的熱點 衛星塔本竟然為了一個半個機會 就遲殺車飛進去 甚至是完全不理能不能出彎 插入羅利斯的內線 雖然說 If you no longer go for a gap that exists You are no longer a racing driver 但是完全不理能不能出彎的入 gap 又好像有點過分 其實我覺得這一下是比T4更加危險 但想不到罰分的就是T4那一下 但那位置合本其實是甚麼原因 才令到他這樣做呢 這個就真的可能是暗黑兵法 事關羅利斯避也好 和他撞也好 衛星塔本都是會得益的 好像現在這樣避開了 羅利斯因此被卡在後面 兩部頂先的快利因而可以放走 羅利斯換了硬胎之後速度是很快的 令到他可以最終反超綠克來 但都是差身才5秒左右 但Match如果在那時放他走 羅利斯一早升上第二的話 以他在後半段的速度優勢 他是大有可能贏到這場冠軍 而不然阿潘就算沒有被罰也好 他的速度明顯是不夠法拉里尼 所以他最大機會拿的都是第四 如果羅利斯第一 Max第四 那羅利斯就可以一夜追13分 現在就算Max被罰了20秒 他在第六位完成 但因為羅利斯只有亞軍 所以就只有10分 以現時剩下的場數來看 是遠遠不夠追的 所以其實最終Max都是賺了 至於真正是攬炒的話 羅利斯得分的機會更加低 甚至會沒有分 那對Max的車手世界冠軍更加有利 那當然的風險就是 賽會會不會對此重罰Max呢 所以就算現時紅牛的速度是第三塊 外斯塔本今場又輸了10分出來 但其實他也不算是今場的大輸家 47分的差距 四場比賽加兩場Spring 其實真的很難追 現時是要羅利斯每場平均追12分 才可以在最後贏Max1分 因此我也是維持上星期的判斷 我覺得韋斯塔本的世界冠軍 應該是穩陣的了 看看能不能夠把戰線拖到最後一戰 而且正如羅利斯所說 這幾場車 韋斯塔本的任務不是贏車 而是對付羅利斯 有這麼明確的目標 再加上羅利斯和麥拿倫的優勢不在 法拉利又適時地在這一刻回湧 所以羅利斯真的很難追分 可能麥拿倫更加要擔心車隊總冠軍 會不會被法拉利黃雀在後 不過賽車就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 未完全分勝負之前 都不可以說沒可能 機會不大而已 都不是沒機會的 現時勢很黃的法拉利 已經升上車隊榜第二名 並且只是落後麥拿倫29分 如果法拉利繼續這樣表現的話 麥拿倫這邊 Piestre又再有差表現的話 隨時是紅軍拿世界冠軍 如果是他們拿的話 就會是折2008年之後 首過世界冠軍 而麥拿倫如果成功守住的話 就會在1998年之後 首過車隊世界冠軍 今年傳統熊門全部回湧 真是好看 看看哪一支熊門能夠燒到最後 在這裏也要再一次恭喜卡拉利 新思 再獲得一場冠軍 算是完成了他離隊轉頭威廉士之前 至少獲得一次冠軍的願望 正如他所說 見到法拉利現在有進步 他是感到Bitter Sweet的 因為來季已經不能夠再駕駛他了 都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完成這個賽季 Carlo Sainz comes out of the final corner for the final time Carlo Sainz wins The Mexico City Grand Prix 另外今場也想說一支黑馬車隊 就是Haas 不經不覺他們已經連續五場有分 今場更加是成為best of the rest 兩車得分 拿第七和第九 現時已經放來了主要對手RB10分 很大機會拿到2018年以來最好的車隊成績 看來Toyota Gazoo Racing的加盟是好腳頭 而且這一場他們不單止是比中油快 麥勞神在比賽最後階段 跟韋斯塔本一樣是用硬胎 他們的平均圈速竟然是比韋斯塔本快的 當然可能Max都沒有盡力追前面 並且將引擎調低了 但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Haas車隊現在不停有好事發生 與之對比的RB就是有速度 但這次拿不到分 葛田一早被撞走了 RB10今場就做野火人物 之後我會再出一條影片 講一下牛棚的情況 總之Haas現時的第六就越來越穩 要擔心的可能就是來年兩位車手都會離隊 車隊能不能夠延續強勢 以及我之前所說 多了Toyota 車隊各單位怎樣配合 都會是他們要解決問題的重點 看看小松的功力怎樣 作為Toyota的粉絲真的非常興奮 看看之後他們有沒有可能 真的像他們所說一樣上到爭標組 今期的賽後速報差不多 你對賽會這樣罰韋斯塔本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不覺得有判罰輕重不一的情況呢? 你又覺得韋斯塔本能不能夠守住優勢成為世界冠軍呢? 歡迎大家留言說一下 最後都想再次感謝一班會員朋友 包括太子爺的Alan Choi Royter Wong David Chiu Lo Dennis 和O Hattery 以及沙皇炸彈的Fay Long Jason D David Ng Henry Lee 還有Onix和Live級別的各位會員 有你們的支持 才可以令我繼續製作這些賽車相關的影片 那就是這樣 我是阿菲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一下 那 also 兩次